由到周末,今天要講的是英國樓價 我在這個短片已經對英國樓價作出一些分析 但主要是從需求和負擔能力角度看 當中沒有提及到供應這個因素 如果我們看英國樓房的供應量 在這個圖裡可以看到在過去20年 每年新供應大約是10萬至18萬個單位 英國保守黨在2019年大選就說要增加英國樓房供應 目標是去到2025年左右 就要做到每年可以供應30萬個單位 而他們任期內目標是增加100萬新單位 這個建屋目標會不會導致英國樓價下跌? 這個要從兩點去看 首先目標不等於結果 事實上英國政府經常提出要增加房屋供應 但似乎仍然未能做到很明顯的效果 其次就算供應量真的增加是否足夠 就要與需求結合去看 舉例如需求量其實是每年100萬火 就算供應量增加到每年30萬個單位仍然不夠 這個短片就會分析英國樓市供應量是否足夠 以及對英國樓價的影響 Hi 我是二二 我會在週末分析一些經濟投資議題 如果內容有用請你點讚和訂閱 另外有一個年回報可以做到20%的價值投資系列 一共10個短片 有興趣的話可以在描述欄或playlist觀看 這個短片下會講英國政府增加樓宇供應量 對英國樓價有什麼影響呢 如果要分析英國樓宇供應是否足夠 我們首先就想到看英國住戶數目的增加 舉例子女大了她要結婚就會搬離父母居住 多了一個住戶也對物業多了一個需求 根據英國統計局他們用歷史數據去估計 英國住戶數量就會由2020年的2800萬 增加到2030年的3000萬 平均每年就增加20萬戶 這個數量就和英國近年每年新增的樓房供應量都很接近 如果這樣看持戶供應都足夠 但這個分析首先就未計過去積壓了未被滿足的需求 以及很重要她忽略了一個互惠因果的因素 因為一方面年輕人結婚就需要自立門戶 對物業就有需求 反過來說如果樓房供應不足 他們就只好繼續和父母居住 所以住戶數量就不會增加 就是說樓房供應量也會抑壓住戶增加的數量 所以住戶數量和樓房供應量一定會接近 所以我們可能更加應該看每戶的人數 在這個圖裡可以看到英國平均每住戶的人數 是逐步升 但理論上出生率下降平均每住戶人數 就應該出現向下或平穩的情況 如果我們看看英國和加拿大的相關數據 正正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到英國這個數字不跌反升 反映了樓房供應應該未能滿足需求 所以每戶的平均人數才會增加 而樓房供應不足供不應求 亦都會反映了在公樓支出對收入比例 和租金對收入比例上 從這兩個圖可以看到 租金佔英國人的收入就一直都慢慢升 直至到最近兩年這個比例才開始跌一些 而公樓負擔就可以利用每年的平均樓價 再結合每年不同時間的按揭利率和公司水平去計 我在這個短片做了相關的計算 結果這個比例是創了新高 而數據的檔案就放在Patreon裡面 所以結論就是 英國的樓房供應應該是未能夠滿足需求 才會令到英國人犧牲生活的其他消費 而用收入的比較大的部分 用在住屋方面 而每戶人數也都上升了 雖然說供應量是比較不足 但是近年英國樓房供應量上升 就應該是近年租金對收入比例輕微下降的一個原因 這個關係之後會再講 究竟如果英國在未來真的能夠增加樓房供應 對英國樓房供應是怎樣呢 根據牛津大學相關的研究 加上我自己的意見 租金價格和樓宇價格可以用SURPRIME分析 不是SURPRIME SURPRIME是什麼意思呢 SIR的意思是租金價格 RENTAL PRICE是由兩個因素影響 第一就是樓宇供應的SURPRIME 比對人口的比例 第二就是人的平均收入INCOME 關係很簡單 如果我們的收入沒有變 但是樓房數量對人口比例上升 那租金就會由於供應比例升了 那租金就會跌了 相反即使收入不便 但是如果樓房供應比對人口下跌 那租金就會升了 另外如果樓宇供應和人口數目 這個比例維持穩定 那麼我們收入越高 租金價格就會越高 所以S樓房供應比對人口比例 和I我們的收入水平 就決定了租金水平R 而PRIME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決定樓價PRICE的因素有四個 首先就是R RENTAL PRICE 就是租金水平 租金價格上升 而其他因素不便 就多了人會轉租為買 樓價就會上升 反之逆軟 另外一個就是I income收入 如果其他因素不便 我們的收入上升 樓價就會上升 但是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假設即使租金沒有升 而我們收入上升 物業價格應該都仍然會升 這個上升就不是由於 出於我們純粹對居住有需要 因為物業有兩方面的功能 首先就是一個消費功能 因為它是我們生活所需 在衣食住行裡面的一個重要部分 但這個因素就會由租金水平R去影響物業價格水平 這裏反映了 但是房地產也有一些非消費功能 例如自治物業 我們感覺會良好些 以及投資增值方面的功能 所以即使租金水平沒有變 但是如果我們的收入上升 樓價仍然會上升 另外M mortgage rate的意思是 按揭利率下跌 公樓負擔就會減低 那麼我們能夠負擔樓價就高了 反之亦然 最後E expectation 如果我們對物業升幅的前景樂觀 物業價格就會上升 如果大家同意這個surprime模型 那有什麼重要的啟示呢 首先收入和負擔能力 是樓價的最重要決定因素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I收入在模型裡面 是佔了兩個席位 首先收入就會影響租金 而租金就會影響樓價 另外收入水平本身 獨立於租金的影響 也會推動樓價上升 所以收入是對物業價格有雙重影響的 其次供應的影響 就應該比較輕微 除非很大比例的增加 因為在這個模型裡面 樓與供應對樓價的影響比較間接 是先要結合收入去影響租金 而這個租金再要結合其他三個因素 去影響物業價格 如果以現在英國每年結婚數字超過25萬 和過去20年樓宇供應量平均都是低過20萬 再加上現屆政府建屋目標每年30萬 如果以現在英國總住宅量大約3千萬個 人口大約6800萬 人口增長率0.4% 就算每年增加30萬貨 10年後樓房對人口的比例 仍然只會由43.5% 升到46.1% 如果參考Ostford Economics的分析 對樓價影響應該是少於5% 當然了 無形中歸是無形 但相信對樓價的影響是輕微的 更加不要說 這個目標能不能達到 都值得懷疑 以上數據我做了一個簡單的模型 可以根據輸入數據 計算有關的比例 Excel檔放在Patreon 為何英國增加樓房供應會困難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留言給我 二二就會再做短片 對這方面作出一些分析 展望中期的走勢 收入和負擔能力是最為重要的因素 這方面的分析 大家可以看回之前的這個短片 多謝大家把這條片看到最尾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想盡賣在務自由呢 我有一個平均每年回報 可以做到20%的價值投資方法 這個系列一共十個短片 有興趣的話可以在描述欄或playlist上看 如果你想濃縮一些 也可以直接由第九條片開始看 那或者你會說 為何我相信這個方法真是可行呢 如果大家看回二二之前拍的短片 而你相信我一定有能力拍一些例如 一個訊號就可以看到大肆爆升 這類型的片可以吸引到更多的眼球 和令到頻道增長得更快 但為什麼我沒有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我只會做一些我認為真正的客觀 和有用的分析 而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再加上這個頻道是廣東話 所以增長一路都是比較慢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Patreon 去支持這個頻道 雖然暫時就沒有一些會願獨家的內容 好了最後如果大家喜歡之前這條片的內容 多謝你留言點讚分享 還有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拜拜